纸和木板的距离都是反复比对过的 这样确保每一寸纸都不被浪费 老马用自制的纸棒取代了过去的棕刷 木板上刻的人物线条十分紧凑细致 这样能确保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显现 印刷的工序看似简单 其实有不少讲究 这样重复的上墨印刷 对平常人来说比较考验耐心 但是老马一坐就是一下午 表踏的目的是让冰花更加结实耐用 浆糊和宣纸都去采用植物 干燥之后依然能保持画面平整 上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 壮色这一元素的奥妙 这样画出来的冰花色彩鲜艳 层次分明 从印刷到剪花 老马一人包办了所有工序 如今做饼花的人少了 每做一张老马都要小心地夹在书上 这也是一种传承的责任 期盼依旧的社区中秋晚会终于开场了 场中投席的饼花表演西越大殿 放在开场舞的后面 老马已经在一旁候场 这样的活动他参加了好几年 有请福顶市民俗文化学者 马树翔老师上场 今天是中秋节是个团圆的 在两百多年前就创造了一种蝴蝶饼花 这种蝴蝶饼花在全国是所有的 只有蝴蝶的一饼才贴上饼花 整个活动的高潮 出现在直径一米八的大月饼上台的瞬间 这个用了四百多斤材料做成的大月饼上 覆盖着一张硕大的喷绘饼花 这或许是目前所见最大的饼花了 台下的观众有布满周岁的娃娃 有双柄斑白的老人 他们对于饼花的记忆 在这个夜晚是相同的 月上树烧头 中秋晚会结束了 虽然台下的观众都把注意力 转移到那块大月饼上 但是老马已经觉得相当满意 跟去年相比 今晚的活动更加圆满 节还没过完 老马就已经决定 在明年的饼花上加入新的内容